他是一个80后小伙 从小习武喜欢跆拳道 他也是一个商人 让一家小店年入百万 一座城市为何让他辞去大学老师的职务 一项变动如何让他实现自己在夜的梦 敬请收看 《生财有道》远旦特别奉献 全舞青城山 《生财有道》致富从这里起步 大家好 我是张璐心 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四川省都江燕市的青城山 在都江燕市有一句非常著名的旅游宣传语 败水都江燕问道青城山 那么我们今天来到青城山更是来问道的 问的是什么道 那肯定是生财之道企业经营之道 我听说现在就在这青城山脚下 正在进行一场非常激烈的比武 这比武的项目同样带着一个道字 这可真是打得难舍难分的 你可能已经看出来了 我身后正在进行的是跆拳道的比武 我也是第一次这样近距离的观看跆拳道的比赛 你看我身后这五位高手 他们正在进行的是跆拳道的淘汰赛 那么今天究竟鹿死谁手 谁能成为最后的胜出者呢 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 这位小伙子就是今天比武的胜出者 也就是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周华裔 来打个招呼 大家好 周华裔 杜江彦一泊跆拳道道馆总教练 1984年出生 从事跆拳道道馆经营已经八年 像这样的比赛 在周华裔的跆拳道道馆经常举行 比武是周华裔不断提高教练水平和素质的 一个行之有效的训练方法 周教练 我发现你们这上课的很多学生 每个人都有一条像您这样的腰带 但是颜色不一样 五颜六色的 有什么红色 蓝色 黄色 绿色 好多种 像您这是黑的 就是每个人的腰带是代表着不同的意思吗 是这样的 我们跆拳道它总共分为十级九段 然后十级就分为白黄带 黄带 黄绿 绿带 绿蓝 蓝带 蓝红 红带 红黑带 黑带 到了黑带以后 达到一定的功夫达到一定的水平以后 就可以修平为黑带一段 二段 三段 四段 然后现在世界上最高级别就是黑带九段 是这样的 那您这是黑带几段 我现在已经融合跆拳道黑带 世界舞蹈联盟的黑带四段 那也好厉害了 跆拳道有着严格的技术水平等级制度和晋级考核要求 十级选手是最初级的初学者 通过相应的时间及课程的训练 逐步上升至九级 八级 七级直到较高水平的一级 一级以后进入段位 一段至三段为黑带新手的段位 四段至六段属高水平段位 七段至九段只受于具有很高学识造诣 和对跆拳道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杰出人物 对跆拳道做出多大的贡献 这贡献值哪些方面的贡献 比如说你培养了多少学生 然后你在跆拳道方面能够参加哪些比赛 然后开了多少跆拳道馆 这个它都有一个统计 好的 恭喜你已经达到白带才进了 白带也有带 这最低级的我也是有带的人们 白带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跆拳道的确是比较容易学会 比较好掌握不像我们的这个中国传统公司 你要蹲马步啊 好辛苦啊 但是想要达到教练这种啊 就是动作 潇洒 如火 纯青的地步 你还是得经过很长时间 非常认真刻苦的训练的 那你说啊这个看起来文质彬彬的周华裔 他是怎样跟这一跆拳道结缘的 并且达到现在黑带四段水平的呢 周华裔 四川岁营人 2003年开始 就读于西华师范大学体育教育专业 主修跆拳道 2007年大学本科毕业后 应聘到成都大学当老师 教授跆拳道 我去那个大学的时候 我就想着吧 这个和我的梦想比较接近 就是我可以做跆拳道了 天天还可以和学生打成一片 上跆拳道课 我周末了我可以自己去搞一些跆拳道馆的事情 可是不久之后 在大学里当老师的周华裔发现 这项工作好像并不太适合自己 天天得学校啊 天天得学习 然后学校有一些很多任务 比如说考研啊 还有天天的理论 培训 然后到了周末 有些时候还要加班 结果把我的梦想呢 慢慢慢慢地给磨灭掉了 我那个时候就想 有着想辞职的感觉 一次去都江宴一家跆拳道道馆待客的经历 让他下定决心辞去教师的工作 自己创业 周华裔至今仍清楚地记得 他到都江宴的第一个晚上发生的事情 那个老板觉得我上课还可以 然后就给我安排了一个很好的住宿 然后给我抱被子过来 我发现 我说这么热的天气 怎么要被子呢 晚上 我就把 我说不要不要 不要被子 结果当天晚上我就躺在床上 当时刚开始还觉得有点热 但后来到了 慢慢慢慢地发现 结果第二天晚上 这个第二天就发现自己起床的时候 发现感冒了 非常的冷 都江宴市是一个旅游城市 不仅有都江宴 青城山等著名的旅游景点 而且夏天的时候 要比成都气温 比四到五度 很多成都人都会在夏天最热的时候 选择来这里度假 晚上不盖被子被冻得感冒的周华裔突然灵光一现 为何不来都江宴开一家跆拳道道馆 将成都的跆拳道爱好者吸引过来呢 觉得在这个城市里边做跆拳道有关的一些体育运动 然后结合一些夏令营把成都的那么多跆拳道的学员 因为成都很热吧 我非常感觉如果到都江宴来练跆拳道那不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吧 于是周华裔辞去了大学老师的稳定工作 只身来到东江店 一个人来到陌生的城市 周华裔决定先在一家跆拳道道馆打工 教授跆拳道 一个是积累自己 二零个就是主要是积累经验和人脉 一边带课教授跆拳道 积累人脉和资金 另一边呢筹划建一个自己的跆拳道道馆 周华裔就打算这样 安部就班地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 2008年5月10日11日 周华裔上完了两天的课 5月12日 也就是周华裔来到杜江宴的第三天 这天下午他正在办公室写教案 万万都没有想到 也就在这个时候 一场巨大的灾难 从天而降 当时就跑出来 从楼房里边跑出来了 跑出来以后 抬头一看 那个楼房就哗往下再沉 我当时反应也比较快 马上转身就拉着旁边的一个人 顺手就把他扔了多远 然后自己也跑开了 结果那灰就一下子扑过来 我一吸气满嘴全是你 一撞撞高楼在瞬间倒塌 但是周华裔在杜江宴的创业梦想 却没有因此而破灭 我也亲眼见证了很多伤痛 很多死亡 面对着这个死亡 我其实有一种感觉就是 我在这里还没有死掉 我没有逃掉 我大难不死 应该有后福 就这种感觉 随着镇后 都江宴灾后重建 颈夺密鼓的进行 周华裔感觉到 在这个百废待兴的城市里 肯定有属于自己的一席用品之地 一年之后 在都江宴灾后重建的 凤凰体育场旁边 出现了一家体育用品店 而这家体育用品店的主人 正是周华裔 这里就是周华裔 在都江宴市开的体育用品店 也是都江宴市镇后 第一家营业的体育用品店 您看这里 乒乓球用品 健身器材 健身服装 各种体育用品 是应有尽有 您可能要问了 这周华裔不是要说 开一家跆拳道道馆吗 怎么现在又开启了 体育用品店呢 那说到这儿 咱们可是不得不提 另外一个人 他叫周建华 是周华裔的父亲 他经商多年 对市场有着敏锐的嗅觉 当年就是他建议儿子 在都江宴开设体育用品店 凭着我几十年的 做生意的 看待这个市场规律 就是说都江宴通过低诊以后 发展前景很大 一个城市的修建 很多健身设施 很多喜欢锻炼身体的 到处想买一项东西 都是买不到的 他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我也看到这块市场很好 所以我也建议他 要干就干这个 父亲有父亲的想法 儿子也有儿子的计划 周华裔同意父亲的看法 先开家体育用品店 在都江宴站住脚 积累资金 然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 再开跆拳道道馆 周华裔从父亲那里 借了四万元钱 又从朋友那里建了六万 开了地震后 都江宴第一家体育用品店 可是一个月过去了 周华裔的体育用品店 却很少有人光顾 周华裔非常苦恼 一天得挣两百块钱 纯利润 你才能够付起房租 还别说自己的吃穿喝呢 我们天天都住在铺子里面 刚开始的时候 穿越真的很艰苦 这里就是周华裔体育用品店 门前的一块广场 现在每天早上 都有很多老年人 在这里锻炼身体 几年前就在周华裔 为无人光顾自己的体育用品店 而苦恼的时候 一天早上 这里忽然间想起了 太极拳的音乐声 这音乐声不仅是 精醒了睡梦中的周华裔 更是扣开了他 体育用品店的市场之门 清晨太极拳 二十四四 太极拳 预备起 我听到声音 我马上就从床上躺了起来 我赶紧穿上衣服 他就翻身起床 就跑去出去 然后拿好我的传单 到处找这个声音的来源 在距离自己的体育用品店 一百米的广场上 周华裔静静地看着老人们 表演太极拳 从早上六点一直等到八点 终于结束了 他们准备走了 我就赶紧冲上去 我说爷爷来来 这是我们新开的体育用品店 以后你们的刀枪剑棍 这些方面的 你们的服装都有 在我们店里去看看吧 然后这些老太太都拿着传单 觉得这个体育用品店有意思 我们到处买都买不到 他把老太太老大爷 要带回来之前就给我打电话 叫我起床收拾一下 把店铺门打开 几十个老人 涌进周华裔的体育用品店 这让周华裔和妻子非常高兴 终于有人可以来看 我们的店铺里面的东西 所以当时都很高兴 都觉得心里面 还在盘上着小上板 他们买这个东西 我要不要给我扫钱 这些 就觉得我应该给他扫多少 我应该给他拿我们的底价 还是要赚一两块钱 这些 可是让夫妻二人失望的是 这些老人们什么都没有买 在店里算了一会之后 纷纷离开了店 我觉得有点 以为他们会买吧 结果什么都没有 没买 就走了 当时就看到起这么大招 他们一就看一下就走了 这特别 心里面特别的失望 客人倒是有了 可是大家呀都是只看不买 周华裔的心里那叫一个着急呀 如何能让大家心甘情愿掏钱买东西呢 周华裔可是名思苦想 就在几天以后 路过这里的人们发现啊 这原本是门可罗雀的体育用品店门前 竟然开始排起了长队 大家不禁在感叹啊 见过排队买火车票的 见过排队等位吃饭的 可就是没有见过排长队买衣服的 这家店的生意那可真是太好了 您说这周华裔到底是用了什么样的魔法 能够让大家是心甘情愿在店门前排队买东西的呢 几十个老人来店里什么都没有买 周华裔很是哭闹 可是两个小时之后 一个自称老年妖谷队队长的老人来到店里 他向周华裔提供了一个信息 他说小伙子我们妖谷队最近要买几十套服装 我们已经在成都订好了 这个服装应该以后会卖 一些还有的老太太估计还没买的 会也会买 到时候你就到就到你这里来买就可以了 你去尽一条吧 周华裔听到这个消息不由得心中一喜 他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 他说他到成都去批发的七十块钱一套 我说这样吧 你既然你们要去订 你就把钱给我 我去帮你拉回来就行了 然后他说行吧 周华裔赶紧开车赶赴成都 去老人告诉他的地址去取服装 当时我就跟那老板说了 你还得给我批发 我是做生意的 我以后会长期照顾你 于是他就给我少了两块钱 我就带着七十套服装 然后还买了其他的样品 一起带回去 放在我的店铺里边 第二天周华裔通知那个老年邀谷队的队长 让七十多位老人来他的店里取衣服 我当时就动了一个小心眼 然后告诉他们 你们排好队 我们一个一个的试好了 你觉得不合适还可以换 如果你每个人都拿走了 我们不知道怎么换了 就让他们一个一个的排好队 在那里等着 一个一个的试好了再走 七十多个老人排起长队 试衣服领衣服 整整持续了一个项目 很多路过这里的人纷纷感叹 这家店的生意真是太好了 居然排着队买东西 老年人排起的长队 成为了周华裔体育用品店 最好的一个宣传 然后很多周围的邻居 很多过往的人 行人都看 哇这家体育用品店 这生意这么好 就形成了这种效应 那套服装 就那一种服装 我就卖了 当年就卖了上千套 这次独特的营销 让周华裔的体育用品店 形成了良好的口碑传播 因为很多人 过来买这服装的时候 顺便也看看 我其他的体育用品 人流量也起来了 我的营业额 瞬间就上去了 为了打好老年人的市场 赢得口碑 周华裔还免费 教老人们打太极拳 周华裔的体育用品店 逐渐被人们所熟知 生意也好了起来 通过体育用品店赚了钱 周华裔又开始琢磨起 开跆拳道道道道馆 因为这才是他当初辞去稳定工作 来独江燕创业的初衷 几年前周华裔到青城山来游玩 想要顺路考察一下 这里是否有适合的店铺 来开设跆拳道道馆 当他走到这里的时候 便一眼看到了 我身旁的这一家跆拳道道馆 周华裔是心中一惊 来青城山开跆拳道道馆 是自己来独江燕的心愿和初衷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给杰族先登了呢 这个人的水平又怎样 是否敢跟自己较量一下 于是周华裔闯进了 这家跆拳道道馆 这可是要踢管的节奏啊 周华裔来到这家跆拳道道馆 的训练现场大事一惊 他发现这家道道的教练 竟然是自己在成都大学 当老师时教过的一个学生 当时我还以为看错人呢 我说这个 我说这个 不会吧 然后我瞪了一眼 我说你怎么来了周老师 然后马上冲上去 师徒见面愤外高兴 学生向老师倾诉了 自己经营的困境 和创业经验的不足 而老师也向学生 谈起了自己 开跆拳道道馆的梦想 我就跟他说了吧 我想我一直想在 青春山开跆拳道馆 把我的梦想告诉他 我想做把成都的 很多跆拳道学员 喜欢跆拳道的 到都见验 到青春山脚下来做训练 学七天或者十天这种 然后住在青春山 然后带学生去青春山跑跑步 然后到青春山上面去 练练冲拳 我说我们还能够开第三家 开第四家 到后来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 这个青春山作为一个 夏令营的一个点 这个市场就很大 资源就很多 最后师徒二人决定 大家联系手来 一起投资 一起经营跆拳道道馆 除了他们师徒 两个跆拳道教练之外 周华毅还雇了几个 专职教练和兼职教练 是一学期六百块钱八百块钱 这个收费根据情况不同而定的 有的要求时间上要长一点 有的时间短一点 有的要求我们的教练 等级不同 收费可能不同 为了吸引声援 周华毅在体育用品店的门口 打出了跆拳道的招生信息 同时跆拳道学员的训练服装和用品 大多从周华毅的体育用品店作文 跆拳道的训练 也拉动了体育用品店的经营 因为跆拳道馆 我们在学的时候 服装全部都是必须要统一 一个道馆的跆拳道服 它不同意的话 看起来就是乱七八糟的 不整齐 家长也不会 也没多大意见 大家都知道 这服装必须得统一 练起来才有劲 旅游城市都江宴 每年吸引着大量的游客 而夫妻休假的家长 也把孩子带到了都江宴 参加周华毅的跆拳道下入堂 目前周华毅已经培训了 一千多名跆拳道学员 在都江宴开了七家跆拳道道馆 一家道馆每年有二三十万元的收入 而体育用品店的原营业额 已经达到了五百多万 创业这几年的话 一开始非常的辛苦 很累 然后很疲惫 到后来觉得越做的话 它越感兴趣 越做就找到了方向 找到了目标 就一直不停地 马不停地地一直往前走 觉得很踏实 很充实 沿着自己的梦想 不停地往前奔跑 很有希望 用体育用品店的销售 带动跆拳道的经营 用跆拳道的经营 拉动体育用品店的销售 这就是周华毅的经营之道 虽然地震曾经让周华毅的创业梦想被迫中断 但是地震后百废待兴的各种商机 同样也让他的生意是充满了蓬勃生机 这不仅仅是周华毅一个人的创业故事 可以说是整个都江业乃至整个镇区创业者们创业的一个缩影 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还是那句老话 创业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我是张璐欣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